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维瑞瑞 今天见到我又是披头散发 证明什么呢?又是很大风 今天我们在哪个位置呢? 这里是启程邨 今天我主要是找了一位朋友 就是赵国伟 高联会的总当事 今天就跟大家讲讲究竟是 启程邨是怎样的呢? 当然啦 大家有待会乘车的经过 或者自己本身就是住在启程邨 好了 究竟启程邨有什么特别呢? 我们现在就慢慢过去 当然不可以的 跟大家讲讲 其实每次有些嘉宾的时候 嘉宾是会早到的 所以我要走快一点 如果不是的话 赵兄也会等很久 好 不赶转 稍后再跟大家聊聊 好 各位 终于找到焦兄了 大家好 我们背着这个位置在哪里呢? 就是启程邨 启程邨有什么特别呢? 不如我们和赵兄 找个地方坐下之后 再慢慢和大家聊 好吗? 好 可以了 赵兄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赵兄这段时间这么忙 都要找你帮忙 不用了 嘉宾 没问题 现在这个启程邨 以前是机场 有机场 没错 当年是说按键 闭灯 Goodbye Kitek and thank you 一日之后就搬到新机场了 没错 这个历史之后 其实启程邨是何时开始下城? 启程邨是2013年左右 安排一些租户 那年的下半年开始就入伙了 数数头指 现在都差不多七年的指量 七年了? 对 但是看到很多的房子 哇 外场等等都很英俊 其实这个屋苑 很多人都有说 当时进来就好像中楼窗好 其实环境也是比较好 加上最近这段时间都通了全满线一期 令街坊交通更加方便 去搭地铁 去到地方都很方便 嗯 当年开荒牛的时候 我记得一下 因为有些朋友住附近 那时候巴士线又未弄好 每个人都要去荔精花园 去买菜 但是刚刚看过商场 到现在真的没得顶 其实现在都很完備 因为本来企园村 旁边就得网村 人口都多 随着其他旁边的私人屋苑 都开始落成入货 例如有居屋 启浪苑 或者是一些会员一居等等 甚至是私人楼屋 其实整个市区都很成熟 有一些的 譬如是商业设施 交通方面都完備了 对于街坊来说 真的都不错的生活 譬如是这里 现在很多人在浪衫出来 以前我们旧式屋邨 不太敢浪衫 三芝香 对三芝香 哇 糟糕了 当时三芝香 都是一些旧式的 因为太多一些不幸事件发生 你都明白 有失足事件发生 所以都是在一段时间 特别新屋苑 基本上都会改造一些 相对安全一些的浪衫设施 旧式公屋那些 可能大家也清楚了 都可以淘汰 一些旧的三芝香 如果真的用不到就封掉 喜欢的话 可能就装个新的 安全一些的浪衫架 给大家用 这个都对的 以为本来是好事 现在非常之好 大家看到 皮都可以浪出来 很多人在装 还有我看到上面 可能是弄了一个 水旋缝的地方 不如人家浪一浪 浪浪 可能游泳不少掉了些东西 就好了 都不会直接掉到这些衣服 我们这些新屋苑 有两个特点 例如楼格比较高一点 以前可能屋苑 没有那么高 是楼底高了 可能大厦的层数也高 是 还有单位的设备 都很完备 例如可能就住一些 刚才说冷气机 有个冷气台给你的 以前那些 既是没有的 是 可能你自己装 割铁 你铝窗 弄完之后 可能师傅弄了一个 冷气台 现在基本上都很完备 准备了所有 你用得到的设施 都可以用 还有一个新屋邨 我看到这些 非常多陆化的地方 是否特意这样做 其实本身 我想在政府 过去几年 都是想增加多些 屋苑的一些 绿化面积 嗯 但是虽然好 有好有不好的 好的当然 希望绿化的地方 多些是 希望生活好些 但除之以来 可能有些蚊坏 蚊坏的问题 都比较严重 在积水上 如果做得不好 有好有不好 低层那些 就叫救命 小朋友咬到 整个都是蚊 这些都是 在这些地方 都要关注 其实现在旁边 还看到 其他店银是地盘 等之类 有蚊 有些机会 但是 会不会是某些地方 可能安装了一些 我看到一些 屋邨 都是有一些 石油器 蚊灯 蚊灯 都有的 都有装的 在这方面 都加紧功夫 其实我们也有 跟当区议员 一起反应 是一些蚊坏的问题 夏天的确是有些低层的 蚊灯的情况比较严重 加紧可能在一些屋邨的清洁 甚至积水的问题 都需要真的去查 不如这样 说了这么多 不如去我的办公室再谈一下 好啊 没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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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高联会的办公室了 這裏是觀塘的辦公室 歡迎你 除了觀塘還有幾個辦公室 我們有三個辦事處 觀塘總辦事處 另外在松仔堡 河北郭邨那邊 另外在荃灣的梨木樹二村 有三個辦公室 地下辦事處都給我長時間服務 都是向居民做一些政策的諮詢 有些街坊說表點填不懂 有些甚麼調遷計劃要去問 都是問我們 其實我看這條片 很多人都會問 其實甚麼是公屋聯會 公屋聯會就是公屋有關 我們本身1985年成立 相對是35年 顧名思義 我們是聯會 很多會組成 我們有些軍民團體 商會等組成我們的會 主要就住一些公屋政策 譬如商戶權益 我們都向特別防委會多 去反映意見 爭取一些權益等等 除了公屋聯會以後 有沒有居屋聯會 應該沒有 前一段時間有個好笑話題 特別前一段時間說居屋的申請 剛才那期有七千多伙 那段時間又不停要說居屋的問題 我在臉書上說 我由公屋聯會轉到居屋聯會 朋友說你轉了公屋嗎 其實不是的 只是說笑而已 特別可能我們都關於公屋之外 資助房屋都是我們相對重要關注的議題 譬如居屋 陸置居等等都是我們關注的議題 其實公屋來說 公營房屋 有房住的公屋 房協的公屋 然後有甲屋 陸置居 居屋 租置樓等等 其實有這麼多伙 你們公聯會都會去處理和關注 都同意我們現在可能在光譜上縱闊了 下置劏房的問題 因為我今年四月份做了劏房中路館 突然的小組成員 也研究劏房租館的話題 上次剛才嘉義說出租公屋 出租 陸置居屋 以致乎收支盤 那些傳媒朋友都問我這些意見 所以我們在公營或資助房屋的版法 相對是比較闊 其實要刨書刨很多 政策很誇張 要做功夫 但都是邊學邊做 當然政策很多 例如公屋本身的管理措施政策 都五花八門 都記不了那麼多東西 所以需要很多心機去鑽研 去溫習都需要 你本身是一個防委會的小組成員 我本身2015年成為 委任了防委會的資助小組 因為防委會的陷入小組 經過幾年都希望努力一點 去年很幸運 防委會委任了我做大會委員 希望可以就住這些政策給更多意見 特別是一些基層市民的主屋問題 希望更加做多些功夫 如何令到這個政策更加貼地 但現在平均都是要五年多六年嗎 最近九月就出了一個數 叫平均5.6年 大家經常說三年上樓 董先生年代就做不到 我們經常說話就不太好聽 會否真的突破六年 這個我們當然不想 但似乎應該都在邁向這個目標 因為這幾年的數目都是上升 特別是林太上任之後 4.7年就飆升到今天的5.6年 希望不要嚴重 但這個機會都很大 有甚麼原因會像這樣 是因為政府建樓建得慢 沒有地建樓 還是申請的人越來越多 其實因素都很多種 有一個原因解釋所 但主要看回供求失衡的問題 大家都明白 行是煮飯 現在我們拿到地 平均數每年都是15000 但過去這幾年 申請公屋一般申請的新申請人數 已經有平均數以2萬種 就是減一減 2萬減1萬5 還有5000人沒有在落 但當然有些回收單位回來了 譬如買了居屋 或者六市居收回來 加上那些數 叫做平均大概八到千 有些不同原因之下加到公屋 大致上平均數 但我們現在有26萬宗申請人數 在等上樓 這條龍在對頭永遠都是清淡一點 清淡一點 但後面加緊一點 其實都沒有減過 所以輪候狀況只能越來越差 因為見不到供應量會大增 我講了這麼多不開心的事情 很不開心 輕鬆一點 我想問問為何你會加入公屋聯會 其實都很偶然的原因之下 因為過去我2002年畢業 大學畢業後 有一份工作都是屬於一些地區團體 都是搞一些清淡活動 政策研究都有 做了相當長時間 超過10年 都老了 到中年就要想想自己的轉變 不如想轉變環境 剛好公安聯會認識前任主席王坤先生 剛好前任總幹事退休 王先生說 不如你過來試試 我還做了研究 房屋是一個相對很重要的情況 不如膽粗粗過來試試 還可以 這幾年都希望有些倡議 有些政府都能接入到我們的意見 不過不失 希望香港現在排公屋也好 抽居屋也好 等之類都可以盡快上樓 剛好又有些新居屋 陸自居等之類 我在網上看到 趙卿就好像預言家 就預言了些東西出來 感覺就指甚麼呢 我自己感覺就好像跑馬 馬驚或者一些平馬人 我預測就這樣 又中 不信我自己可以上去看 趙國偉的FB 但她說得真是盡 你們事先知道內幕貼士還是甚麼 我也想有貼士 但真的沒有 自己靠自己猜 這些簡樓秘級 可能很多媒體都問 趙先生 不如你猜一下今期有多少人申請 猜剩下多少個六字居 減不完就猜 都是憑一些過去的一些分析 或今期的申請分析等等 加起來 就猜一個數目 好彩地猜中了 很勤的 我寧願猜中六合彩 幾號碼我好過猜中這些 雙感 寧願中六合彩都好過猜中這些 今集到這裡 不過記住這個字 不過是上集 下集就會在我家委的頻道出現 如果大家想看的話 記住記住記住 看之前一定要做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要讚好 Like我們的Page Like我們的Facebook 和Like公屋聯會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就是要訂閱 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亦都要訂閱 公屋聯會的YouTube Channel 當然還有 如果大家有任何公屋問題的話 想問趙國偉的話 除了可以讚好他的Facebook之後 當然也是歡迎大家聯絡公屋聯會的 我是家委 歡迎大家喜歡看我們論盡香港 記住下集在家委的頻道 好嗎?下集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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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